近年,日出康城先後有不少新盤落成 由惠德峰地產及港鐵公司共同發展的新盤 Marini亦是其中之一 今期,I Money記者及驗樓師陳志康 驗收一個高層單位 面積381平方呎 康sir在露台上發現少量問題 這裏我們敲下去有少少空心的地方 除了這一件之外,旁邊這個位置 其實這一件都是有空心的情況 但你會見到,其實這些掃口是有少少不同色的 上面這裏是白色的 而下面這一件,你會見到明顯深色的 代表這件磁磚應該是新換的 即使我們新換的磁磚 大約要等多大約14天左右 令到它那個磁磚才會黏住 之後才可以敲 你會見到露台,其實這個玻璃欄 這件就有寒跡 而我們背部這兩件玻璃 其實就有崩的情況 你會見到其實這些崩點 其實是比較淺的 淺的崩其實就可以輕輕地接受打磨 但如果你說深得太緊要的話 其實我們都不建議去打磨 因為有機會,如果你打磨得差的話 有機會會有黑黑鏡 所以我們建議如果你是太深的話 就要更換 現在剛好這兩件玻璃 其實都是比較淺層 所以就可以接受打磨 另外,廚房的色鏡也出現了問題 那這個色鏡呢,你會見到 其實它就是裡面那個底 其實是斑了的 那如果業主要想去做得漂亮的話 就有機會整件鏡是要更換的了 康Sir表示,樓盤的水制位置 放得比較特別 那這個樓盤其實就每一次 業主進入到來的單位 其實就要自己是開啡水制的 那這個水制呢 首先我們要打開這個 拿開這個櫃桶 然後就看進去裡面 看進去裡面呢 你會見到這個水制 有一個藍色的洗衣機水制 那有時候如果你說是女士來說 其實就未必夠力可以自己開到 那如果你說真的業主自己 不懂得開這個櫃桶開這個水制的話 就可能就要叫工程部 就要找同事上來幫你開這個洗衣機水制 康Sir也都為雲石地磚 提出了檢驗試行 其實就有少少像磁磚 那其實這個就是雲石 那我們其實如果是驗雲石的話 就不需要敲 只需要看一下有沒有崩 花和裂 那如果就算你說是這些雲石 有少少空虎的話 其實都不害怕的 因為這些雲石 我們曾經做過實驗 如果你說是空虎的雲石 我們都要差不多成二十下至三十下 才可以做一件雲石 那所以就算說有少少空虎 其實也是可以接受的 經驗收後 見到問題不算多 因此扣回的位置也都相對較少 那我們這個單位就驗完了 那最後的得分呢 就是97分 那其實主要失分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些崩崩花花 那就是有少少難關的崩了少少 那還有有少少門崩了 花了 那還有少少波別 就有少少磁磚 是有空虫的情況 那還有就因為那件磁磚 其實就應該是新換的 那所以我們就沒有計算分了